從畫面中可以看到男子背著紅色包包 離開自家工廠才走出去 沒多久遭到一名黑衣男子一路狂追 嚇得他跌坐在地 手上緊緊護著紅色包包 原來裡面裝著價值400萬的現金 本來對方又走了 又繞回來 雙方再度爆發拉扯同伙 試圖開車衝撞 事件發生在討論市 一名林姓先生從事登據買賣 也會在網絡上面收購電線 而這名強匪一開始主動聯繫上他 說有電線要賣 可是面交地點時間都很可疑 才會迫時沒進行交易 好不容易約好時間 結果大白天遇上搶劫 來聽一下 稍早訪問 雙方拉扯過程中 林姓男子不只被噴臘交稅 兩度摔到導致他傷痕累累 手上的傷口還沒癒合 而這恐怖的經驗讓他飽受驚嚇 希望警方能趕快找到所有嫌犯 以上為您講的消息